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件 這個剃度台警察的案件 為他意識沒罪 到二信是該破十七年 剃度警察李勝涵 自年七月 讓世代的男主來殺害 意識 家裡的橫幻語 一比五 有四角四條證 也就是精神的一百 破不罪 檢查官和家修不好 拿出上手 台南古典婚姻 送車到生代病醫 重心來感動 早起二信破骨 說這個鄉手台南的時尊 變小的能力 比較適合明顯來降機 但是這樣只能來減輕到興起 所以該破 尤其道行十七年 李勝涵的媽媽 總算是得到一點 紅尾 免用得到來接受 說總是比破 沒罪 比較好 這段破 哪現 哪會上 剛才李勝涵 以前背兩個老的 在臺灣國地四季的出途 不過尊重他出過 發現替路警察李勝涵比三次後 他老婆只能一個人看一分去思念 後世 再加上 勝涵的老爸 過年聽說 生代鄉嫻 已經破過沒罪消息了 只能是鬱咬 離開世間 生涵的老婆很悲傷 曾經那時候 她不要跟她說 破沒罪 可能我先生還在 我也是夠有罪 嘉義町歡迎一心 以鼻孔有這個思覺失調前 破過沒罪 檢查官和家修沒辦法接受 要求重新鑑定 台南國因爽車生代便宜鑑定 出現不一樣的結果 認說 適合鼻孔是有重新障礙 提出說 變性能力明顯的降機 不過只能夠減輕刑機而已 最新的日清破過結果出來 該破十七年的 預期逗刑 十七年 逗刑基本之後 控制鑑護五年 專案要還可以上訴 嘉修聽到這個消息 嘉本來沒罪 碰給比高起來 免獎要有辦法接受 先看到老婆 心來眾生 在那邊安慰 認說 不能碰沒罪 照著好社會一個交代 以關未來對方感的上訴 這就夠好律師去處理了